会变魔术的土豆你吃过吗 洗干净的土豆切成规整的长方形 大小根据刮刀的框度来切 最好的就是切成这样子半透明 一半刷上蛋清一半撒上淀粉 把两片这样互相粘起来 稍微压一压让它更贴合 等油温升高的时候下锅炸 它就会像变魔术一样 哭的一下鼓起来 酥脆的小零食当然要来一杯快热水啦 满满的冰块倒入雪碧 涂上红辛活龙果倒入氧热的多 它喜欢吃辣 所以我撒的是辣椒面 土豆味超浓郁 酥脆到像在嘴里大开了一样 这么棒的这具小零食 快走给鸭鸭的人吃吧